大家好,我在昨天呢,刚刚聊了聊 就是我的宠贝偶像拉姆,他被他的前夫给害死 以及由此我联想到的,在加拿大中国的一些家庭暴力 引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悲剧吧 我觉得这个话呢,我不应该停下来,尽管观看的人很少 我今天呢,就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 拉姆,他这个案件发生 差不多快四十年前,在我的老家 中国西北陕西发生的一件 类似拉姆这样的事件 那个事件比拉姆更加,就是惨绝人寰 关于那个事件的主人公 他的图片,现在网上你都看不到,在十几年前 我还看到过一个纪录片 因为那件事情呢,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写了一本书 叫做《大国寡民》,在这个视频结尾的时候 我会专门的就这本书 这本书我也看过,我的那些读后感 我是大概得说几句,好,那我就先把故事先说一下吧 说是,1988年4月26日晚上11点 差不多那个时候,陕西里泉县 蜂火村接待站北平房 一间黑屋里面,有人就撕心裂肺的呼救啊 蜂火村的聪明武方被仰面抡倒 有人骑在他的身上,有人抓着他挣扎的双手 在短暂的撕扎扭打过程中 一种液体朝五方迎面倒下 随着便是强烈的烧灼感 液体啊,流满了五方的头 流进五方的耳朵,流进五方的眼睛 又顺着脸颊和脖子往下流 这时候呢,还有人把他的毛衣给撩起来 把那个液体继续往他的胸部,腹部倒 同时呢,还用一种手,还是什么东西,把它抹开 然后呢,有人脱下了他的裤子 有人继续往他的大腿根部 倒那种液体,这是什么液体呢? 经过司法鉴定,这就是浓硫酸了 浓硫酸是什么,我不用多说了吧 我们听我节目的朋友们,多数都是 最起码高中毕业吧,上大学的也是占99.999%吧 就是什么样,浓硫酸倒在人体上 浓硫酸会提什么样的反应 大家不用说他能想到的 经法医鉴定,五方被毁容 毁身的面积达到23%,成的以上 称三度受伤 这时五方只有31岁 五方呢,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1996年7月4日 有人见到了被害人五方 武方揭开他的假发,撩起衣服 当时这个当事人啊,他的头部,面部, 颈部几乎全部烧毁,左耳全部烧掉, 右耳道封闭,左眼失明,大面积烧伤, 在胸部,腹部都已经成鳞片状了,惨不仁多, 就是那个照片在网上看不到,因为太恐怖了。 八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 武方的生活全部被毁掉了。 他呢,远走他乡,苟且谋生,身心受到了难以名状的伤害。 1991年底,咸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 陕西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首犯, 武方的前夫王茂兴,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犯王茂兴之地, 提供刘三并参与作案,那个叫王茂章的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就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但是呢,就是那个王茂兴被执行死刑之后啊, 他的村里又厚葬了他。 大家呢,还是觉得他做得对。 这就是我就说的重点,最后我会专门评论一下。 后来,武方对这种处理结果, 当然是不服了,因为这是一个并不是两个人把他制服的, 是一大帮人压着他,一大帮人参与的事件。 他就到处告状。 武方说啊,作案人不止王茂兴,王茂章兄弟, 还有其他人直接参与。 这些人至今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 接到武方的指控后,当时有个国内的媒体记者, 对这起特大毁容案进行了重新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此案有剥夺蹊跷之处。 1988年4月发生的案件,怎么能够拖到1991年才处理啊? 你看拖了多长时间,拖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这呢,是本案首先要提出的问题, 拖了这么多年,谁在玩猫腻啊? 丈夫用刘三毁妻子容貌的案例, 在中国其实很多,但是呢,即使是很多, 就武方这么严重的,也是太让人, 就是不可想象,太让人震惊了。 我们先说说武方,王茂兴他们是怎么组成家庭的。 1981年,24岁的武方由父母包办, 十分不情愿嫁给了烽火村人的王家。 武方一米六八的个头,模样俊俏,心灵手巧, 而王茂兴呢,则是个本本凤凤,其貌不扬的人。 虽然本本凤凤,其貌不扬吧, 但是这个人有些不良的行为。 武家呢,家境贫寒, 武方早早就定了清,花了王家的钱。 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啊, 这呢,就种下了祸根啊。 结婚一年多,他们有了孩子。 王,武,这两个人呢,夫妻关系就恶化了。 他们就没完没了的吵, 就跟前不久发生悲剧的拉姆, 他生前跟他的前夫情况很像。 两口子也没完没了的打架。 这个武方啊,不堪忍受丈夫殴打, 他呢,就没完没了的往外逃。 1987年,武方逃到了陕西寒城市, 待了一年。1988年4月23日, 一伙人找到这儿, 这伙人中就有分火村的村干部, 还有李泉县千东派出所的两名公安干警, 有王冒心的哥哥。 这伙人告诉武方,你家出事了, 一说出事,武方便想到娘家, 原来武方逃跑多次, 王冒心多次到武家威胁。 王呢,手里拿着刀,翻院墙, 上屋顶,叫嚣,不把武方交出来, 就整死武方的全家人。 武方这时候也相信了,也着急了, 第二天就跟着这伙人回到了分火村。 然而,谁能想到,这可是一个骗局呀, 一个与王家分火村的村干部, 公安干警合谋编织的骗局。 一到分火村, 答应保证人身安全的公安干警, 扬长而去。 答应帮助办理离婚手续的村干部, 则为劝武方与王冒心同房。 我呢,当然不愿意, 不回家,又不准回娘家。 便在村干部的保护下, 住进了村接待战。 实际上,此时的武方已经被软禁起来了。 他失去了自由, 变成了听天由命, 任人宰割的羔羊。 4月26日白天呢, 武方被王冒心等强行拽回家。 王呢,就要强行同房, 就是强行发生性关系。 武方呢,就反抗,与王撕打。 王呢,就把武方关到了屋里。 这时候武方呢,就叫天天不音,叫地地不灵啊。 来探望的两个姐姐发现以后, 才把她解救出来。 而当天晚上,便发生了罪恶的毁人毁身案。 蹊跷的是, 作案过程如此简单清洗, 罪行如此严重的案件, 却在县市两级司法部门中履行了三年多。 没有任何的结果。 我前面说五年,说得不太准确,在这抱歉一下。 我的数学不是特别的好。 这期间呢, 只有首犯王冒心, 关在拘留所里面。 主犯王冒张, 收容每几天便取报回审回家, 获得了自由。 1991年7月才正式逮捕。 涉嫌此案的其他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司法调查。 更滑稽的是, 本来没有孩子的王冒张, 回家后还生了孩子。 属犯在拘留所里和普通犯人关在一起, 主犯放回家生孩子。 其他嫌犯不予调查, 这是一个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就是国内很多案件的传统的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几个普通农民罪犯会有什么背景。 当时李全县公安局局长王志堂说, 这问题是不好解释。 咸阳市检察分院五方案的主办检察官张双瑜说, 这个案子比较怪, 我下去办案,县公安局和县检察院都不配合, 我感觉有人装葫芦。 这个检察官呢,张双瑜还说, 我感觉有人想影响此案, 但又不明说,总是在朦朦朦朦的, 就这么笼罩着。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认为新更直截了当。 这么说, 这么严重的案件拖了三年,实在是说不过去, 有人包庇罪犯。 法院院长还说, 这里有个背景, 王茂兴,王茂章是烽火葱的人, 烽火葱是市里的仙境葱。 一个仙境葱会有如此大的魔力? 当时的媒体记者一调查, 烽火葱好生了得呀, 烽火葱是1958年,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 知识产权拥有者, 当时以浮夸牧产15万斤粮食而威震全国。 从大跃进到文革到现在, 一直是陕西省的一块金字招牌。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烽火葱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咸阳市副市长。 一些知情者告诉当时的媒体记者, 说,这位王姓副市长可不是一般的副市长, 对咸阳市的政治, 乃至陕西省的政治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而烽火葱是他的政治基础。 更重要的是, 被害人五方从司法调查起, 到记者开始写稿的时候, 这几年都一直不屑地指控王副市长和他的儿子, 张农业等人直接参与毁人毁身案。 然而,王志堂和任为告诉记者, 在案卷里什么也看不到, 也就是说,一开始便有人在做手脚。 当时的记者查阅案卷证实, 被害人五方的一些重要指控都在案卷里, 了无痕迹, 司法机关对于王农业, 只有发案三年以前的一次简单询问, 却花了很大的力气调查五方的作风问题。 你看,五方是受害者, 人家官方还要调查他的作风问题。 当时的五方非常愤怒, 不能容忍罪犯逍遥法外, 也不能容忍司法机关故意推诿拖延。 这位被硫酸毁得不成人样的姑娘, 伤情还没有完全好转, 以超长的毅力, 背上干粮,足迹告状, 尝尽了人间冷暖。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三年以后,她来到了咸阳市人大。 当时主管人大法工委的人大副主任郭建议, 郭建议, 有这个人叫郭建议, 他说,我接到了案子, 然后呢,我就非常的气愤, 这么清楚的案件, 拖了那么长的时间, 公检法太不像话, 我们到李全县去调查, 县公安局检察院的人什么也说不清楚, 李全县的情况我知道, 不能指望李全县破案, 郭建议曾任李全县县委副书记, 深知李全这潭水的深浅, 她也提到了分火村的背景。 1991年6月, 在市人大直接干预之下, 五方毁容毁生伤害案, 才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五方仍不服气。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提到一个神秘的关灯人。 五方毁容毁生案中, 还有一个重大的犯罪情节没有搞清楚, 谁拉灭了电灯, 提供了犯罪的现场和可能。 当时的记者查阅案卷, 公安侦察卷, 李全县和咸阳市的检查卷, 里面几乎是干干净净没有记载, 一个重大的犯罪环节, 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了。 是被害人没有指控吗? 是办案人员无意疏忽吗? 原李全公安局局长王志堂认为, 到底是谁关的灯至今没有搞清楚。 五方始终指控王农业关灯。 他告诉记者, 我说的这些,来调查的人根本不记。 我问为什么不记,他们不说话。 他们后来说, 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 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远结不了。 他说,那天晚上出事前, 三个村干部和王农兴在接待五方的屋子里, 调解呢,僵持不下。 这时实际在烽火丛主寺的王农业进屋。 他对村干部说, 你三人走到前屋喝水去,我来劝。 三人出屋不久,王农业转身急走, 一面走一面,说,五方,睡去。 几个月又没见面了,睡去。 五方赶上前去,拉住王农业的衣角,说, 你们不能走,你们说保证我的安全呢, 今晚我也不睡觉了,你们睡在哪儿,我就坐在哪儿。 王农业挥手甩开五方拉他衣服的手,急不出门。 五方说,他出门时顺手拉灭了电灯,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从外面冲进一个身体健壮短头发的女人, 抓住我往外挣扎的双手。 屋里王农业抱住我的腰,往后拽, 冲进来的女人把我往里推。 门一直开着,我能看见门外院子里 站着好多看热闹的人。 王农业作案期间呢, 还先后有王农业和其他女人进来帮忙, 也就是说,五方被毁容,毁身, 这出人间惨剧,是在众目睽睽, 集体参与下发生的。 五方从没有放弃这一指控, 王农业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人, 王农业是关灯的人。 无论王农业在此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无论怀有什么样的动机, 查清楚都是不难的。 五方强调说,当时我神志很清楚, 这些情节在市人大干预的协调会上有明确的记载。 就因为王农业是副市长的儿子, 公检法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 就因为王农业是分火村的干部, 而闻过是非。 后来的事情便有点眼花流乱了, 关灯人辩析法的成了王冒章。 在审判的最后阶段, 王冒章突然出了顶纲, 度赚了关灯的细节, 并得到法庭的认定。 之后一段时间里, 王冒章的家庭得到了分火村的资助和优待, 事隔五年, 关押案犯王冒章的陕西省同川市崔家沟监狱御方, 为当时的记者出证说, 王冒章对几位管教干部说, 发案那天晚上,我去接待站耍, 有人让我进屋,给我哥帮忙, 我就进去了,进屋后,屋里是黑的, 灯绳我确实没有拉。 这就说明他确实就是背锅的, 而且拿自己的命去背了锅。 王冒章的妻子王亚乐在与律师谈话时, 也证实了以上的说法。 王冒兴,官在李全居留所期间, 曾与同监号的其他犯人吹牛说, 王冒业托人带话进来,一定会帮忙, 不久就会出狱。 王冒章,不是很快出去了吗? 还说,灯是王冒业拉面的, 王冒业参与了骗武方回来等活动。 神秘的官邓人并不神秘, 只不过被人为的搞神秘了, 或者不敢查,或者不愿查, 或者故意遮掩。 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认为, 有人包庇罪犯,这人是谁呢? 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 李全县这桩特大毁容毁身案, 办得如此周折,困难,蹊跷, 总感觉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在左右着案件的发生和发展。 这种力量寻思枉法,有恃无恐, 能话有为无,话大为小, 但是无论怎样遮盖, 仍然暴露出许多的蛛丝马迹。 本案的第一个特点,案情简单, 案犯清楚,时间短暂,情节恶劣,后果严重。 调查呢,也不是特别的困难, 但是呢,却拖延了三年,没有任何的音讯。 如果被害人五方不坚持上访告状, 如果不是咸阳市人大对公检法进行行使监督权力, 此案可能拖到猴年马月去了, 可能烟消云散了, 公安检查机关也是初期的懈怠, 这种事情在国内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些上访大军里头, 不能说百分之百的人都是冤情非常非常大, 但是最起码有一半的人, 家里的冤情就跟五方差不多吧。 就五方这个案子还有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公安检查机关, 初期多的疏漏, 重要案犯莫名其妙的去保候审。 收审手续都是后来追查, 请了才补办的,就是当时来收审的手续都没有。 以致,还有人在监狱外生养孩子, 这是多么大的个笑话呀, 被害人指控的嫌犯, 不予调查或者不认真调查, 正如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认为所说, 有着浓重的包庇犯人的痕迹。 这还比较客气的。 按我的说法,那就是明目张胆的, 大家都在包庇,他包庇的又怎么样。 本案的第三个特点, 主要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被害人至今坚持不懈地追诉漏网的嫌疑犯。 李全群众对此案的处理结果至今愤愤不平, 有群众对当时的记者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何况一个副市长的儿子。 这个案子还有第四个特点, 第一,参与的人数众多, 是公安干警替蜂火村当差 与村干部一起骗回,禁闭被害人五方, 到关灯,到硫酸,脱衣库,一伙人作案, 参与人数之多,令人惊骇。 二,围观人数众多, 王氏家族集体作案时, 蜂火村的大院子里有很多人, 其中既有恶意怂恿王茂章, 和王家几个嫂子进去帮忙的人, 也有怀着猥亵的心里看热闹的人。 五方看到了院子里的人, 原理权公安局局长王志堂, 原市人大常委郭建义, 也证实院子里有人,包括一些村干部。 这个案子的第五个特点是, 本案结案后,被害人五方迫于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背井一乡,独自远行谋生。 罪犯的家庭却得到了村里的后代, 当然,这种后代是有限度的, 以至于王茂章的妻子要请律师 为王茂章替别人承担的那部分罪责申辩。 种种迹象表明, 1988年在里泉,也就是陕西里泉县, 发生的这起特大硫酸毁容毁生案, 并没有真正的结束。 五方对采访的记者说, 我的医生就这样被他们毁掉了, 如果不继续追查其他参与作案的人, 我死不瞑目。 而死不瞑目的何止是五方啊? 现在我们把话题再回到拉姆这件事情上, 拉姆呢,在惨案发生之前, 不是说没有做过任何的预防措施, 也不是没有逃过, 但是呢,都没有逃得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答案呢, 早在三四十年以前, 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这就是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不正常, 这个国家虽然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 虽然有十几亿的人口, 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公民, 没有一个国民, 所以当时有个高人写了一本书, 叫做大国寡民。 而到现在为止呢, 还仍然是大国寡民, 大国崛起了, 但是没有民, 没有老百姓, 没有良性, 没有良知, 没有真正健康的社会。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我们看几组的统计数据吧。 中国2.7亿个家庭当中, 有30%的已婚妇女曾经遭受家庭暴力。 平均每7.5秒, 就会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的殴打。 家暴致死占女性他杀原因的40%以上。 中国每年有16万女性自杀, 其中60%的原因是家庭暴力。 在全中国2000余家家暴庇护所所在的一年里, 仅提供了不到150人次的庇护服务。 有些地区的庇护中心, 至今呢,多年没有庇护案例。 法院审理家暴认定的时候呢, 同样困难重重。 三年多时间里, 全国涉及家暴的一审案件数量 高达差不多十万件, 却只有不到四千件被认定存在家暴行为, 认定率仅不到百分之四。 很多的家暴事件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啊。 这些数据真的是触目惊心, 让人心惊胆寒啊。 所以,尽管过了四十年, 五方他们的命运仍然继续着。 这样呢,就是回到我前不久刚刚说的那句话, 我们的社会,竟然有了这么多的女性受害者, 而这些女性都是我们的姊妹, 是我们的母亲跟我们的女儿。 他们本应该在温暖的家庭里头呆着, 然后呢,自己独立的去工作,生活,快乐, 然后笑,这样一些。 但是呢,他们被谩骂,被殴打,被虐待, 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原来,还有那么多的拉姆,急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 给予法律元首,还有这个道德的元首,各方面的元首吧。 面对暴行,女性平均必虐待三十五次之后, 才会选择对外求助。 为什么不离婚?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就是,也是比较大的,咱们中国人劝何不劝离嘛。 其实,这也不仅仅是法律的事儿, 也不仅仅是,是不是该离婚的事儿。 你看,拉姆他确实是离婚了, 但是还是没有逃脱那个男人的, 不停地给他跪着什么忏悔的那个男人的毒手。 这呢,我们再回到我前面说的那个武方, 他那时候,有人给他写的那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名》。 这个《大国寡名》大家有空去找来看一看, 现在还能够看到。 这本书里所描绘的一切, 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存在的真实的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 貌似平安喜乐的日常生活, 其实基础是多么的脆弱。 任何一个突发事件, 任何一点偶然因素, 都可能粉碎我们生活中拥有的一切。 真的,十分为难地发现, 我们真的处于大国寡名的窘境。 上面一个大大的国家, 下面都是像伊利利沙利一般的小民。 每一个小民都是孤立无助的, 这就叫寡名。 有国家可是没有社会, 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力量。 没有社会力量的窜合, 人就只能成为寡名, 此所谓大国寡名。 大国之下寡名罢了啊。 满地碎木板,我们偏叫它木桶。 满地碎砖头,我们偏要叫它大厦。 满地杂野草,我们偏要叫它森林。 常常想啊,什么叫大国? 大国的标准是什么? 是指地盘大? 还是指人口多? 是指神舟上天? 蛟龙下海? 还是指公安威武,城管横行?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护它的每一位公民自由的生活,不能保护它的每一位公民合法权益下不受伤害,这样的国家再大再强又有何运?套用一句话,960万平方公里,鱼乳何干啊? 我们国家真的很强大了,观看国庆70,80,90,还有100等等的周年庆典,每一次中国人都感到自豪。 但是,国家的强大,不能仅停留于电视机里。 公民的自豪,不能仅体现在鞠着小旗,在电视机前欢呼。 国家的强大应该汇集你我他,汇集每个人,生命是最高的价值,公民是最根本的存在。 只有尊重每个生命,只有尊重每个公民, 让每个个体拥有自己寻求生存方式的权利,让每个个体亲自做主宰, 让大大小小的流氓恶共不能,不敢危害普通公民,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好,今天我们就以这句话结束吧,再次哀悼,我的崇拜偶像,拉姆小姐。 好,谢谢,再见,拜拜。